朋友们好 我这两天脸色不太好 因为可能是哭得有点多了 所以说脸看着有点肿 朋友们见谅啊 今天 其实我很感动 我就是拍视频 周围朋友看了很多 好几个朋友 看了我的视频 打电话 然后呢 请我朋友们出来聚聚 有啥不开心的 就让他过去 就是借着这个话题 我今天想给朋友们聊聊 很多博主都聊过这个话题 就是关于在国外 老乡见老乡 坑你没商量 这个话题 这是很多博主都谈过的 其实我一直都不赞同这个观点 因为 在我看来 就从我进入澳洲到现在 有没有人坑我 有 像我之前的视频里讲过的 有个上海老板 他拿了我两个礼拜工资 他跟我说 他妈 在上海住院要花钱呢 怎么怎么 就是没付钱给我 过了两个礼拜以后 人就消失了 拿着我工资跑了 我也拿过12块钱的工资 我也去给别的老板 找工作 到最后 事工不给我钱的 我都经历过 但是 我来到澳洲以后 我所遇到的同胞 帮助我的人更多 比坑我的 害我的人 要多得多 这就是为什么 我走到今天这一步 我也更愿意 通过我有限的能力 去帮助更多的人 因为在国外 说句良心话 大家都是 能有一家移民 到国外的人非常少 不管你是通过 哪种移民方式 到国外的 大部分都是 可能是老公 老婆 带着孩子 这一个小家移民 到澳洲了 就是说 甚至有很多 两个人来了澳洲以后 又分开的 单亲妈妈 带着孩子的 还有呢 就是说 有一些留学生 或者说 一些别的签证来的 就是一个人在澳洲 我们周围很多朋友 大家处时间长了 就是一种亲人的关系 像跟我关系这么好的 你看Lucy 包括之前在我视频里 没有露脸 但是呢 一个香港朋友 我们就是平常 可能不怎么联系 但是呢 当你真正有困难的时候 一个电话 大家没说的 只要能帮上的忙 肯定是在所不辞的 所以说呢 当我听到 有一些博主在发表 哎呀 你出了国以后 一定不要在华人的圈子里混 一些老移民 坑中国人 不管是在哪 这都是个例 它绝对不是一个 普遍的现象 就是说 你不能说是因为 某些人做的一些 不好的事情 你就否定 我们整个华人团体 在国外的一个 整体形象 大部分的华人 还是愿意帮助自己的同胞的 你说像一些低心呢 或像一些坑蒙拐骗呢 不是说只有华人有 因为我们接触了人很多嘛 各个 各个国家都有 今天我就给朋友们讲讲 在打工的过程当中 我遇到不同国家的 工作者的感受 和我在做清洁生意以后 面对不同国家客人的感受 像我打工的时候呢 我的工友 说句良心话 因为我打工的 虽然不是什么 很高端的行业 但是呢 中国人非常少 像我打工的 一个坐飞机餐的 里面可能就是一个 或两个中国人 像我后来去包面包 里面也只是 一个工厂 因为包面包 它是两个工厂 我就是做的工厂 一个工厂 也只是有一个 到两个中国人 就是说哈 像我的工友 最多的就是KV 就是那种 新西兰的土著人 还有呢 菲律宾人 还有印度人 还有澳洲白人 像在这些工厂里 为什么中国人不多 因为中国人 说句良心话 他的语言不好 像这些工厂 他虽然工资不高 但是关键的是 他不累 所以说呢 澳洲本地的白人 很多人在这些工厂打工 他一个小时 也就是19块2 全职的那种 福利好的 正式职工 他一个小时 才17块多 到18块多 我说这都是 几年以前了啊 所以说呢 因为中国人 说句良心话 要不然你就是高科技人才 移民到澳洲的 他看不上这份工作 要不然呢 可能就是说 他通过一些劳务签证啊 工作签证啊 或者说是甚至一些旅游啊 这些签证来到澳洲了 他的英文达不到 这些工厂的要求 像这些工厂 虽然他不是高端行业 但是说句良心话 中国人非常的少 因为毕竟入厂的时候啊 他还是要经过一个英文考试 像那个时候 我去那以后 我附近的邻居啊 朋友啊 老乡啊 他们就知道 我在工厂比较好 工资待遇也不错 他们有几个 都是在那个牛肉厂切肉的 切肉的 其实他们赚的比我多 但是呢 他那个活泪 而且呢 里面就是让他们来说 都是中国人 为了要多加班啊 就是说到最后搞的 大家就是说 给这个经理都是拍的 都已经高高在上 高的不行了 就是说中国人 也是受欺负在那里头 他们就是听说 我这个工作比较好 他们也让我给他介绍过去 我介绍了好几个人 活着这个地方啊 你第一呢 你要先面试 你要面试合格 英文合格的话 他才让你进行比试 电脑上的考试 好几个他们面试 他都过不了关 上一件经理问你 where are you living 然后呢 他们就说 哎 fifteen minutes 人家是问你 你在哪住 然后这 他你就回答 15分钟 他就完全 这些日常英文 他都听不懂 所以这个工作 他就没找 就干不了 我介绍了好几个 没有一个说是能把这个工作拿下的 像在工厂打工的这些人哈 不管他是哪个国家移民到澳洲的 或者说他是澳洲本土人 总的来说 他们所受的教育不高 就是给我总的印象里 我认为澳洲白人 你不能说他懒 他们不懒 他们呢 在工作的时候 他绝对不会偷懒 也不会比你干得好 他们对工作的态度是非常认真的 而且他们非常非常的乐意帮助你 但是你想让他们加班 到点了 两点钟下班 你想让他们加班 他们不加 礼拜六你让他们加班 他们不加 你让他呢 像我那个时候给我关系 除了比较好的一个白的女的 他也是中年女性 他就跟我说 我为什么要加班 我拿的高 我的税就要达到32% 我赚100块钱 给政府交32% 我不要给他们打那么多税 我挣了钱够花就行了 我要回家陪我的family 我希望我更多的时间 跟我的家庭在一起 所以呢 这个就是澳洲白人 他的观念 他并不会说是因为你是别的国家或别的辐色人在你们在一起工作 他歧视你 他也要去给你抢更好的工作或他想升职 白人呢 反正是在我打工了这个工厂当中 我认为他们给我们是平等的 就是说感觉很舒服跟他们在一起工作 现在咱们来说说 现在咱来说说 说句良心话 印度人确实很团结 像我们干活的一个那个包面包的工厂 它的经理是印度人 你印度人也很能干的 而且他们的那种抱团精神啊 非常值得我们中国人学习 就是说哈 只要你看加班 哇塞 百分之百 百分之八十 都是印度人 你他会先问印度人 印度人不加了 他才会来问你 像我们生产线上那些印度人 你都可以感觉到 当他们跟这个印度manager说话的时候 他们对这个印度manager的尊重和崇拜 你就能感觉到那个manager 确实是在他们那个里面的微信的 杠杠的 但是呢 说句良心话 我觉得他们印度人也是比较排外的 印度人 他可能也不比我们中国人 说是在这个抢工作的这种镜头上 低多少 而且不管多少 或者是溜须拍马这些东西 印度人我认为他都很在行 不比我们中国人输 不管是吃苦耐劳 还是玩心眼 还是说这个英文 总体的这个英文水平上 他都不属于中国人的 这是印度人 还有菲律宾人 我觉得说句良心话 菲律宾人 他们的英文也是非常好 比我们中国人好 而且来到澳洲 这个菲律宾人 反正是据我 我老公的后妈也是菲律宾人 我在这个工厂打工 有很多菲律宾工友 他们当然了 你在一起干活 他不会明着歧视你 但是呢 反正是他就是说给你一种感觉 就是他可以指使你去干活 他们自己的国家 说句良心话 就是个很穷的国家 然后呢 就是凭着他们的语言优势 到了澳洲 说句良心话 有相当一部分的人 他看不起 像他们这些人呢 就是小人得志 自己的国家穷得不得了 所以难听话啊 来到澳洲 就觉得自己高人一等 都不知道自己是老几了 还觉得就是说 他觉得他的语言比你好 还爱看不起人 像我之前也是 就是我老公 他爹了小孩过生日 我也去嘛 去了呢 大家就在那聊天 有一个菲律宾女人就问我 哎你是干啥的呀 八卦吗 我说我是做清洁的 咱哪低调啊 他就说 哎你做清洁的 你一个小时拿多少钱呢 15还是16啊 我就看着他 我就笑了笑 我说不好意思啊 我拿了不是说15 16 我说我付给我的清洁工事 最少22到30块一个小时 我说如果你要是有兴趣 找工作的话 你可以把我的电话号码留下 打电话给我 我可以让你来试试工 我就是不清不淡的就是这样子就跟他讲了 然后那个菲律宾女人 嘿嘿嘿就笑笑 就是牛脸走了 这种人我也是 你别说看不上我 我也看不上你 咱俩正好两清 咱下面呢 像这些人 咱说句良心话啊 就是说我认为啊 他的生活在澳洲 虽然是算不上贫困人群 但是呢 他们最多只能算上个中产 为啥呢 因为你虽然说是打工的啊 两口如果都干这个工作的话 像他们税后工资 拿个八九百块钱 是不成问题的 那每年两口拿个十来万 税前也能拿到十来万 所以说呢 他在澳洲也好赖算个中产 就是说咱在说 他不加班的情况下 加班的话 他一个礼拜说句良心话 就像这些工厂干活 他一个礼拜 拿个一千五一千六 是正常的 今天呢 我们就讲 我在打工的过程当中 所遇到的 不同国家的移民的感受 就讲这么多 等到哪一天 咱有空了 我再接着给朋友们聊 在我开始做了 自己的清洁生意 接触到比较收入高的人群 各个国家 不同的移民的感受 好 朋友们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订阅并点赞 大家拜拜